说起黄冰红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 但事实上在我国近现代绘画史上一直有南黄北极的说法 北极是指北京的花鸟画匠齐白石 而南黄则是指浙江的山水画师黄冰红 所以说黄冰红的艺术成就是与齐白石并肩的 黄冰红六岁时就临摸过沈廷瑞的山水册 也跟当时的名家学习过画画 由于父亲在浙江京华经营布店多年 家中还算英识 所以他也有充足的条件读数据画 不过黄冰红年轻时的画作却并不受欢迎 他早期受明末经出新安画派的影响 推崇甘笔弹墨 书淡轻易的特点 但六十岁之后他突然在画作中融入了自己的特色 变得喜欢以厚重的黑色入画 他的作品大多是深色济调 以黑底透亮为特色 人们又因此称他为黑冰红 所以即便到今天 美术界和收藏界对于黄冰红的作品 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有人认为他的画作金氏绝艳 也有人觉得他根本不会画画 而且作品看起来又杂又脏 黄冰红的画的确有过很长一段 无人问津的时间 他半生落寞 却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风格 1955年 因患演技几乎双眼失明的他 凭借着《九上黄山的记忆》 画出了《黄山汤口》这幅作品 这一年他92岁 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 2017年6月19日 《黄山汤口》在拍卖场上 排出了3.45亿的天价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 万历皇帝更是懒得出奇 当了48年皇帝 30年都不上朝 结果专家打开领幕后 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万历即可观看